畫面借給我一下 剛剛同學有問到一個問題 因為我在程式裡面 有沒有發現我的程式這邊 其實我的這個類別 其實它分成好幾個 第一個是這個什麼 Rent,Content,Site 然後呢 Test,Right,Printer,Height 然後這邊有個Height跟Form 那你會發現 其實我會把什麼呢 其實我好像後來 最後這個把它拿掉 有沒有 那為什麼會把這個拿掉 其實主要原因是在跟各位講 剛剛各位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我們要把這個地方 本來是Duck to Right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Duck to Right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沒有 那個右邊 如果你在右邊的時候 它的極其不見 為什麼 因為特別是它背後 除了有HTML語言之外 還有CSS 還有一個叫JavaScript 這個JavaScript 就對應什麼 它會隨時去查看 你的畫面的解析度寬度 如果那個解析度寬度 假如是小於多少的時候 它就會把某一個類別的資料 隱藏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 不是有個Hidden Form 實際上 它就是 當什麼狀況 當這個小於多少的時候 它那個類別才會派上用場 最後我發現JavaScript 有這種狀況 所以我把那個類別拿掉 剛剛有同學去抓 什麼時候可以抓得到 就是當它寬度 所以 除非你可以觸發這個事件 什麼事件呢 讓它瀏覽器變小 可是我們是用Request來抓 所以這個理論上是沒有辦法 或者是說 除非你可能用別的套件 去觸發這個事件 才有辦法 所以這個特別注意 剛剛同學問的問題還蠻好 那理論上 上面的這一些類別 就是每一個都需要 那怎麼樣知道 什麼時候會用 什麼時候不會用 有時候來驗證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用Ctrl-C Ctrl-F 去尋找一下 那因為我們上課時間 可能有一些細節 沒辦法很 去細靡的講 所以有時候可能 還是要你們自己 去稍微驗證一下 我只是說 我把最重要的部分 跟各位做說明 OK 細節可以再 另外的話 有同學會有 提到第二個問題是說 這個地方為什麼 I乘二 I乘二加一 那其實我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我之前寫的 程式我已經忘記了 那我的習慣是 我會寫很多個版本 然後去做比較 然後留下一個 最精簡的版本 那為什麼會這樣寫 其實跟各位講 其實我的思考 思考的方法是這樣 我有時候習慣會畫圖 然後從圖裡面去 產生一個公式 所以我的公式怎麼來的 我可以看 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個幣別 又這邊不是這一欄 這一欄是我自己加的 有沒有 0到18 19個 然後呢 我們需要是現金買入賣出 它要是這樣 0 有沒有 24680 然後這一篇的話是 13579 到37 那我會想出 就是一個公式 能夠當 這個I的值 有沒有 I的值是這個的時候 它要能夠變成 有沒有 它這個 右邊的那個結果 所以我會想 好像 如果能夠 這邊滿足的話 就是把I乘2 不就好了 有沒有 乘2之後 還是0 乘2之後變2 剛好 2680 那這邊怎麼來的 把它乘2之後 加1 不就好了 所以其實 這個是我用一些 比較簡單的方式 產生一個公式 那至於說 你有別的想法 別的方法 其實也可以用你習慣的方法 都沒有關係 反正呢 只要能夠 找到一個公式 能夠符合我們要的那個數字就可以了 OK 但是還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 你這個公式 這個演算法 是不是最簡單的 可能我還是比較care這個問題 第一個簡單 第二個好了解 不然的話 如果我今天想了一個演算法 一個公式好了 我最後我連自己都看不懂的話 那這個好像 也就不是什麼好方法 但我覺得這個好像還是有點複雜了 因為我發現同學看不懂 如果你們有更簡單的方法 想想看 有的話可以請告訴我 不過我在想說公式這麼短 有沒有 才一行而已 那如果你要用別的方法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不過可能要想想看 這個其他方法 OK 只要滿足我們要的結果就OK了 好這個是第二個 我這邊有個圖 你們可以再思考看看 看看有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當然我前面一直強調 其實寫程式 理論上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因為 每個人的思考方向 思考角度不一樣 那可能得到的那個程式答案也都不一樣 OK 那只是差別就是說 哪一種方法 想的會比較全面一些 而且 邏輯比較不複雜 當然如果你有想到更簡單的程式 歡迎再提供給我 因為之前 有一些寫法 可能太複雜 同學會 給我一些feedback 跟我講 老師這樣寫更好 對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你再提供給我 我一定會把它update上去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來看一下 因為我底下剛好 我們第三個單元呢 剛好要講到有關這個 用Panda的時候 可以把它存成Excel 當然要存成Excel 不是只有Panda 不過目前來看Panda 應該是賺最簡單的 而且使用的應該是最多啦 你們如果Google查一下 比如關鍵是查Python 空一個Panda 哇 那會一大堆 為什麼 因為這個Panda 有點類似像Python裡面的Excel Python裡面的活躍部吧 有沒有data值能有點像試算表 那只是說呢 它的缺點是什麼 缺點就是它的結構 似乎有點複雜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產生那個什麼 類似像 假設我今天要產生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試算表 OK 特別是說你可以 假設像這樣一個Excel OK 這樣應該蠻簡單的嘛 當然我們現在是可以Ctrl C Ctrl V啦 可是如果今天我不要用Ctrl C Ctrl V產生的話 那你們可以先試試看 也許你可以在那個 我們這個Spider裡面呢 先開一個空的 空的模組好了 也許你可以先把這個程式 拿來論文看 這個程式在這裡 Ctrl C C Ctrl C 在第幾頁 在那個我們的 就是 那是試題的解答程式碼裡面的第三類 應該是在第26頁 在第三類 因為剛好我們後面 會講第三類的題目 所以呢 我順便講一下 然後 它在第26頁這個地方 26頁 如果我今天呢 要在Excel裡面 或者 CSV裡面 產生一個像這樣的一個表格的話 一個試算表的話 那基本上 我會需要有三個東西 我剛剛有特別講 第一個是Data Data就中間這一塊 它是一個二維的哦 二維的串列哦 它的結構一定是 外面一個中瓜弧 一個串列 裡面呢 再放很多個串列 串列裡面放串列 這個是第一個串列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是第一個串列 這個是第二個串列 所以它的編號0 所以這個是第0列 第一列 第二列 有沒有 一十二一推 所以總共應該 三四五六七吧 總共應該到這裡是6 OK 所以哦 比較麻煩一點的話 就是說 它是二維的串列哦 那怎麼樣二維串列哦 就是串列裡面 再放串列 OK 那怎麼樣把資料 放在串列裡面呢 其實有個方法 很簡單 就點Append就對了 OK 所以要怎麼樣把串列 放在串列裡面 所以哦 也就是如果你要產生一個 Data Frame 要用Pandals的話 那第一個 一定要產生三個資料 第一個就是Data Data怎麼產生 第一個哦 第二個的話就是產生Index 就是左邊這一塊 其實嚴格講起來哦 應該就是所謂的 iN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Key吧 或者把它當成一個 一個ID吧 OK 然後上面的話就Column 好這三個哦 那假如說我們還弄一下哦 當然呢 你可以看到哦 這個資料我已經固定先寫好了 在這裡 然後呢 嗯 最後的話呢 你就把這三個資料怎麼樣 分別放在Pd 所以這個程式哦 基本上的話呢 我把它貼過來好了 然後把它放大 OK 基本上哦 第一步一定要是ImportPandals S.Pd OK 那給它一個別名哦 別名叫Pd 縮小一下 然後給它Data 就是中間那一塊 然後給它Index 就是左邊那一塊 Column 就是藍位 給它上面那一塊 所以三個部分都有之後的話 然後呢 再利用Pd裡面 有一個方法叫Data Frame 也就是產生一個試算表的味道 Essail裡面的試算表 好 那再來分別把這三個變數有沒有 丟到這個後面 得到三個參數 那它會return一個什麼 return一個Data Frame的物件出來 叫 比如我們叫DF 這個名稱自己取哦 那利用這個DF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它true CSV 那CSV名稱 比如叫ScoreOut.CSV 那記得哦 如果你要在那個什麼呢 在Essail裡面開啟的話 那記得 Escoding呢 一定要CP950 那Essail好像是UTU8吧 我有點不太確定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等於就是 可以輸出一個CSV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沒有錯誤的話 那這樣子 就得到最後的結果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 Data Frame的一個架構哦 你會發現哦 它長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哦 中間這一塊有沒有 就是Data 所以這個Data就放在中間 然後呢 左邊這一塊哦 其實就是Index 上面這一塊呢 就是 Column 然後 1 2 3 分別把這三個參數丟進來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 DF Data Frame的物件 那它裡面有個方法 就是 ToCSV 這個檔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應該輸出了 然後呢 在根本物裡面 就有一個叫 ScoreOut.CSV 打開的話呢 在Essail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長這樣子 有沒有 中間有哦 上面 左邊 那如果說 你要存成Essail的話呢 很簡單 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 改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改Essail 只要把ToCSV 把它改一下 改成To什麼 ToEssail 然後副檔名記者呢 把它改成叫什麼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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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完成了 所以你會發現 ToCSV ToEssail 但是我印象中 好像有 ToJetson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 ToJetson 你們可以再查一下 它那個 那個什麼呢 Data Frame上面的說明 好像都有 輸出 Output的部分 然後把它 輸出成Essail 看看有沒有 OK 那我只有改什麼 把ToCSV 改成ToEssail 副檔名改一下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裡面應該這樣OK 不過 會有個問題 如果說 你今天 假如要把它輸出成 這個 Essail 的話 還需要有一個模組 模組名稱叫什麼 叫 Open Pie Exail 如果你沒有裝這個東西的話 那 它會出現這個 其實只要把這個裝起來就OK了 好 那請各位 先試試看 先試著 CSV 待會我再來跟各位講 安裝的方式 其實安裝也蠻簡單的 畫面先畫給各位 這一個 程式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在 試題解答 就是 在 我們Python的 Python3 截取與分析證照 試題解答程式碼的 第幾頁呢 第26頁的地方 就我剛剛的程式碼 在這裡 OK 那 可以寫出那個 就是 Essail的話 只要把 To CSV 有沒有 改成 To Excel 然後呢 這邊副檔名改一下 其實就可以輸出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安裝 這個東西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omega particularly